你 你没事吧 不用你管 你受伤了 我去给你拿药吧 少假惺惺的 走走走 怎么不去死去你 我把 every kasih改作 直接给死了 不生命活东西 第八期 剪编机自己写啊 周济呢 别过提他 怎么 真吵架了 你说是不是怪我 我一开始就不应该去招惹他 一个混赌产的那是什么好人 全天下又不是只有他会写文章 我的专栏去了他就活不下去了 我就不信你 什么事啊 有这么大的活气 人家周济可没这么激动啊 你刚看见他了 我们还一起吃了饭 签的是你的单 你凭什么天天签我单哪 你要是有女人也就算了 你这大男人我凭什么包养你啊 你说 我们两个兄弟关系都这么好了 虽然我不能做女人 但是 我可以把那女人哄得很开心 什么我的女人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 他跟我说 其实他也没说什么 我就进去的时候 看到他非常郁闷地坐在那里 我就陪他唱唱歌 开心开心 吃了个牛排把他送回家 当然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了 他说 你跟简东平比起来 完善 还不让我送你十个大赠 来 能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九哥 好啊 简东平是最帅的人 你什么都厉害什么都可以 好不好 别笑了行不行 我笑啊 是因为我现在觉得你 特别像一个 跟老婆吵了架之后 和窝囊的男人 你也别郁闷了 我觉得 你在编编编编 编不出来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求他 你等着 你看我会不去求他 你等着 我等着 好啊 我做一会儿好人 我让你们成修就好 你有毛病吗 我干吗要跟他成修就好 是他应该主动来跟我道歉好不好 那我还得考虑考虑 看我原不原谅他 我跟他成修就好 随便你了 你开心就好 我到了 自己玩吧 来 这里呢是市场部 主要是进货与销售 主管是刘经理 来 到这儿来 我们的会议室和财务都在这里 林哥 我刚才跟你说的 你都记住了吗 嗯 怎么了 是不是有点累了 要不然去我的办公室休息一会儿 不用了 为什么突然让我来公司 是觉得我在加班支持吗 林哥 这是咱们家自己的公司 我带你来 是想让你多学点东西 以后可以帮母亲 没有 好 那今天还有别的工作吗 没有了 那我就先走了 我还有余 我给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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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老板 我吃客人 好 打包还是在这里吃 好好好 晓武 打包一碗长寿面 好嘞 快点 别好了 好好好 好好好 来 这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他是谁吧 虽然现在的情况和我们既定的目标有偏差 但现在这样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 小姐 你要买点什么呀 刚才那个男人买了什么 小姐 你问的是哪一个男的 个子高高的 穿了一件白色衬衫戴一顶帽子 说话有一点素质口音的 哦 你问的是他 就是因为我长寿面哪 长寿面 长寿面 长寿面要趁热吃 大 虽然说每年都是我做给你吃的 但是渐渐不方便 没事 买得也一样 希望你平安无灾 未来的每一天都平安喜乐 小宇 生日快乐 每年都是这句话 能不能有点心意啊 小宇 我们收手吧 什么 我是说 我们收手吧 他给了我一笔钱 我们可以一起原则交费 行不行 你被他收买了 还是他许弄了你更大的利益 当然没有啊 那就是你怕了 你怕了对不对 没有 我只是有一些不忍心 不忍心 我在上海流落街头的时候 有没有人不忍心 我在摆了门被逼灯台的时候 有没有人不忍心 我妈妈死的时候 那些趁火打劫的人 有没有过不忍心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不会 我做这些 但你知道的 当我听到你要跟沈碧云结婚的时候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 我说我 只要能帮上你 做什么我都是愿意的 那我们已经付出了这么多 你现在为什么要退缩呢 你应该不是爱上他了吧 小语你说什么呢 你明知道我心里只有你啊 不管怎样 我是不会收手的 自从你置入沈家 沈家已经变得一团乱 但越是这样 他们的面具 越容易被撕掉 好些才刚刚开始 小语 这一切 不是我们刚刚想的那个样子 你不是有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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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哥 你在干什么 这个房间 你离家太久了 忘了家里的规矩 这间房间是家里的重地 母亲说了 谁也不能进去 你一会儿还出去吗 嗯 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相见是什么时候 吗 当然记得了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那时候刚七岁 你穿了一条粉色的裙子 在阳光下笑得像一朵红花 但在我的记忆里 从小到大就是被人嘲笑了 她们管我叫叶种 还给我编了一首儿歌 有妈生没爹养 有娘生没爹养 野种跟着糟活鸭 有娘生没爹养 野种跟着糟活鸭 野种跟着糟活鸭 可后来他们在说的时候 你就出现了 你跟我说 野种跟着糟活鸭 如果再有人欺负我 就让我告诉你 小语不用怕 有我在 你会保护我 永远保护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可现在呢 变了吗 我不是沈碧云她 慕虚容抛下我 我不会经理这一切 不忍心 可你刚才居然说 不忍心 你知道这对我来说 有多残忍吗 小语 这一切可能是个误会 沈碧云一直爱的是 你父亲放过话 是吗 但我听到的不是这样 她甚至都不愿意 多谈爸爸半句 可不会承认我的存在 但我问她 方琪是不是她和方国华生的 第一个孩子 当我听到是的时候 你知道我心里 是什么滋味吗 小语 你再多归我一些时间 我们把这件事情 查得更清楚 我没有时间了 我已经等了二十多年 你就承认吧 沈碧云就是个骗子 她根本不爱我的爸爸 而她所谓的爱情 不过是欺骗诗人编造出来的 美丽谎言 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任何 我关于爱的字眼 如果爱 就应该让我看到 为什么不敢承认 为什么说我不存在 那我是谁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做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做 那就算了 只为你变了 连得我都不认识了 这可是我最珍贵的礼物 给你看看 什么东西啊 看看 你有病吧 多可爱的小乌龟啊 收进去 收进去 你说你这么大人胆子 怎么这么小呢 好 不逗你了 言归正状 这是我国外的朋友 从外面带来的两颗胭脂 再强势的女人 也会喜欢她的 如果你要送她的话 我就很疼可爱的 我怎么就那么不信 她会喜欢这个呢 这个东西跟她根本就不是 两个世界都无中 拿过去的 那 那 送她首饰 我送过她一副我还了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只是想鼓励她交稿而已 你知道我们主编很抠的 没想到她转手就送给林克了 我就站在旁边 你说我像不像个傻子一样 行 那你说 走 送她什么东西 全赌骨 送麻将好了 好 刚好我有副麻将 是 行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好点 要麻将呢 我想到送她什么好了 是吗 周小姐 周小姐 今天有人送一张字条过来给你 谁送的 不认识 谢谢 那臭小子 非要让我给她盘下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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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要为了她养的 都没有 你没有避免 你吃了 你们吃了 真的 好 好 我 满 亟 是谁在那里 快给我出来 到底是谁在那里算我 陈太太 是不是你 你认出我了对不对 偷偷摸摸算什么 给我出来 你认出我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竟然忘却了自己 曾经在百乐门不堪的童年 忘却了陈太太逼自己登台的往事 忘却了苏志文为自己 在百乐门后巷大打出手 这份快乐对她来说 竟然显得奢侈得那么不真实 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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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们怎么知道今天我过生日 报社有我的资料对不对 那不是有些人有心吗 你不是要跟我拆伙吗 说话呀 说什么呀 你不说我来说 今天这个场子可全都是我张罗的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的社会关系 和说了多少好话才得到这里 礼物都是我送你的 可不是什么陈泰 不过你进来的时候一直在那瞎嚷嚷什么呀 这不是人家的场子吗 那礼物呢 你的礼物呢 这么大 猜猜是什么 一只藏狗 一只童狗 我说东平啊 你一个没有品味的男人啊 送人家女人送生日礼物 送一个打字机 你这是资本主义家的剥削啊 你有没有品味的 我好喜欢 有人喜欢喽 我真的很喜欢 谢谢你 简编剑 公平 喜欢就好 以后别再脱稿了啊 好 周姐 对不起 我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 所以我没准备礼物 没关系 你不是已经送了我一把材质刀吗 那你算什么呀都不值钱呢 心意更重要 好 要不这样吧 我许你一件事 以后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你需要 你说 我都会去为你做这件事 当然了 第一 这个得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 还有就是 不能违背良心啊 搞那么认真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杀人放火的 周景 周景 打他 撑着 快点 快点 找我将 握握握握握握握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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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 我在塞瀾络了街头的时候 有没有人不忍心 我在百乐门被逼灯台的时候 有没有人不忍心 我妈妈死的时候 那些趁火打劫的人 有没有过不忍心 谁啊 是我 这么晚还不睡啊 有事 没有 那个我想找你这支铅笔 好吧 要哪支 这个吧 我今天特别高兴 要不你过来跟我一起睡 嗯 不了 那个 大姐给的报表还没做完 我先回去 那被太累着了 晚安 嗯 一天啊 对吗 我都过来 这人都可以了 走 如果你还在就好 你一定知道该怎么办 二小姐 吃药了 我真的 yok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 我现在越来越不懂你了 以前连一篇书页掉在身上 都会嫌洁癖的贵公子 怎么现在越来越没有下线了呢 这儿 这儿 你是不是喜欢她 选谁啊 周景 没有 没有 那最好了 周景不简单 我可不希望你被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 吃得连一根骨头都不剩 什么意思 你忘了她进来的时候 大喊了一声什么 我认为 她一定觉得有人在暗算她 人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下 是绝对不会说谎的 果然 后来我在去试探她的时候 她表情极为的不自然 她一定在掩藏这些什么 她为什么说陈台认识她 那么原来的她是谁 又犯职业病了吧 看谁都觉得复杂 她就是她为一个小姑娘 还能是谁啊 再说了 如果她真的有背景的话 她能在赌场被人追着打吗 没有那么复杂 兄弟 不不不不 我不是说她有一个厉害的背景 而是我们两个 现在认识的周景 绝对不是最真实的她 她在诠释这个角色的背后 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一面 你别再声声道道了心吧 说白了 谁没点过去啊 就像是你也不希望别人知道 你以前尿裤子的时候 对不对 不是 我 我什么时候尿过裤子 你别不承认啊 你喝醉酒的时候 跟我说你尿裤子 不是 你放 别跟我说出去啊 别说出去 不是 你听到没有 别跟我说出去 我听到 你别跟我说 你别跟我说 方琪 你怎么坐地下呀 来 乖 起来 乖 起来 乖 起来 是不是好多了 好了也得吃药 听见吗 好多了 大姐 喂 来 大姐 喂 黄琪 乖啊 这样 乖 对了 再来一口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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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嗯 方琪最乖了 来 你现在在哪里 你现在在哪里 你知道我在想你吗 那天试完之后 我回去想了一下 周景也许真的是口误呢 你想啊 白蓝门是陈泰的地方 所以说她说那句话 完全是 重点不是那句 亮 每个人都有秘密 你别说你没有啊 我反正肯定是有的 所以说 别抓着别人一点把柄 就咄咄逼人的 她的事 跟你有关系吗 要是你不喜欢她 当然跟我没关系啦 行不行啊你 一天到晚瞎糟心 你还不如想想方琪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了 说起来啊 方琪好像确实不认识苏志文 我看啊 非但是不认识 她还很讨厌苏志文 讨厌 为什么 好像是苏志文啊 把她的诗集跟东西了 对 那本诗集是方琪的命 也难怪后来她看苏志文 就怎么都不顺扬 我们怎么没有想过那本诗集的来路呢 那本诗集啊 在青山医院的时候就有了 但是是谁送她的我不知道 总不能让我去问苏志文吧 为什么不可以去分呢 对啊 沈碧云已经知道是苏志文照顾过方琪了 那已经不是秘密了 我就可以去问苏志文呢 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非得要重复一遍我说的话 然后显得你很高明是吧 为什么不问方琪呢 她也是当事人 可是她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是我们先入为主认为 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难道 你说她是装的 你想一想 青山医院的院长说 方琪在离开医院的时候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为什么回到家 就突然恶化了呢 我可以给她用催眠术 这你就水瓶算了吧 没有办法 我有办法 正皮 我怕我们还是走的 哎呀 放心吧 又无法也得了 这行吗 我问你 一加一等于几 二啊 对啊 人的条件反射是骗不了人的 装疯卖傻可以靠着控制情绪来实现 但是赌博靠的是计算和记忆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根本错不了 除非她不想躲 你干吗呀 你是哪户家 哪个城啊 找死啊你 赵老六 这户姐啊 要喝多了吧 我的人你也敢动啊 我不知道 她是你的人 这小妞也是你的人 都是我的人 我警告你啊 接她们远点啊 是是是 马上走了 得罪得罪啊 得罪得罪 走 走 为什么不让她给我们道歉啊 江老名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赌场 不是你们减家大宅 我们是来寻欢作乐的 如果有人欺负你 我这把枪都不会放过她 放心 我会保护你 做游戏眼够了没有 我警告你 在这儿别给我惹是生非 她怕什么 怕 怕 怕这个吧 每次我见到她的时候 她都怕这个 她都怕这个 走 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呢 赞一张 赞一张 这个是准大小 你看 三个骰子 小于十点就是小 大于等于十一点就是大 简单吧 好钱啊 猜猜看 大 这什么意思 是不是压错了 包子啊 这个是大 而且是大营 三个一样 这家包子 看来今天我们运气不错 你是不是想让我们跟你赢钱啊 正事 正事 干正事的时候 顺便赢点钱 为什么不啊 猜不准钱 不准回家啊 对对对 猜不准回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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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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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抱歉 你只能下大小这边 只能下大小这边 能不压力 没 我评定离手 打开 看开门